这是我所见过最神奇的巨洞 走到这里仿佛漫步于另一个世界 最神奇的还不是这些 在这个大洞中还建了一座小城 湖北丽川 听说这个地方有座非常神秘的山 叫做妖雾山 不知道是不是说的就是这里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 中国第一大洞到底是什么样的 这个就是腾龙洞啊 好震撼呀 这个它里面这个面积达到了多少呢 200多万平米 昨天我看一个报道啊 就是说这里面能融得下一千万人 其实呢我们折算一下 200万除一千万 也就是0.5个平方 这个也很合理啊 并不是夸张 但是听说那里面还建了座小城 十分的神奇啊 还可以逛街 正所谓 洞中有洞 洞中有水 洞中有城 洞中有山 哇 洞中就高达72米 最高处呢 就是洞内啊 最高可达235米 真是非常的巨大 汉人心魄一种感觉 洞口现在弄得很漂亮啊 那边有几段阴沉木 据说呢那个非常的贵重啊 阴沉木还散发着香气 其实呢这个腾龙洞呢 就是早前青江的一个故道 就是说呢 它是由青江冲刷而成的 哇 这个真是太漂亮了 我感觉我想 像是已经到了这个地下世界一样 像在地心中漫游一样 今天还下着点小雨外面 因为听说呢 下雨天这里面有洋雾 所以呢进去看看有没有雾气 站在洞口这个地方呢 我们看一下 看在这个水面上 直接看到外面的蓝天可以 这边呢看见比较小 其实呢这个洞口啊 这我们刚才说的70多米高 这个地方太美了 这块是人行步道 上次呢我是坐车来的 这次呢我打算步行进去 因为我不想错过每一个景色啊 哎真是简直如室外桃源一样 空气感觉像是 带有甜味啊 啊这个灯光呢 而且也是随着不同的距离啊 灯光的颜色在不停的变换 非常的美啊 其实呢最主要是想看一下 那个雾到底是什么样的 哇 这是把南天门搬过来了 鲤鱼龙荷花 好漂亮啊 那边还真正有一座城啊 我们来看看前面这座石头城 到底是什么啊 哎这很有古香古色的古建筑啊 所以说呢 你如果坐电瓶车的话 电瓶车在这里应该是不停的 这个也看不懂 上次反正就没有停 哇 洞内小城啊 好尤其配上这个昏暗的红色灯光 让你有一种 必须去探一探 那种欲望吧 但是走进了一看 啊这是工作通道 进植入呢 哇真的是好神奇的一个地方啊 我们必须要到这个城上去看一下 这是什么 哇 还有瞭望台啊 哎呀这个是设计的毫无人性化啊 看到写的是什么 非演艺始端还进植株内 必须要上去看一下 这其实是一个演艺场地啊 看对面 崖壁上的棵树啊 真的非常美非常美啊 上面还有两体 那应该也是看戏的一个地方 设计的真是太漂亮了 这可惜啊 这全是人造 也不能这么说啊 只能说是厚建的吧 看这个城市旁边这个建筑啊 像八玉风格的那种建筑 以权啊 上面还有一些雕画木质 这个不知道有什么作用 这个应该是工作人员调试灯光的一个地方 整个楼层的应该是一个工作室吧 哇 虽然是假的 但是也很美啊 洞中建城还是第一次建 应该是我国所有的洞穴里面 腾龙都是唯一在洞中建了座小城的一个地方 我们只能用小城来形容啊 因为购物的上厕所的什么都有啊 演艺台娱乐的 工作人员还在这里装灯录 听说这个16号要有大型的活动 所有的一切呢 从现在看起来 还不算完善啊 这个小城呢 正在建设当中 因为现在冬季属于淡季 游客比较少 从这里我们要走上一段悬崖 悬崖道路了 哇 绝壁长廊叫做 这个绝壁长廊呢 也是有故事的 据说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呢 一支科考探险队 哎 来这里进入考察呢 当时呢 这里全是淤泥乱屎 科考队呢 只能乘坐洞上的绝壁上爬行而过 形成了微型的战道 这也是对当年科考的一个 纪念啊 因为他们当年科考来 据说是就寻找这个迷雾啊 这个当年这个雾啊 也是非常的神奇 即使包括现在呢 也不是完全合理的解释 终于从这个步行梯厂下来了啊 下来以后呢 又看到这么一个古色古香的凉体 其实呢 在这种地方逛啊 会有一种感觉 就是忘记时间的感觉 在这里呢 也没有什么时间概念 地心中行走啊 真的感觉非常的神奇啊 我感觉啊 除了滕龙洞 其他洞穴都没有什么 像滕龙洞这样的真实感 为什么说呢 为什么说呢 因为很多啊 进去都是看一堆什么中乳石呀 什么玩意儿出来了 在这里面你想找个中乳石很很难 但是应该在前面 我一直沿着这条路走 前面显示有一个电瓶车终点 但是我始终没有找到 我很怀疑我现在走错路了 在这种大洞中呢 非常容易迷路啊 在这块呢 找到一个很美的地方啊 哇 我们看上面啊 上面这个岩壁呢 被称为老兽型 据说是呢 滕龙洞形成之初呢 便有它了 哎呀 但是呢 这个说它是个兽型啊 从形象来说 确实是很牵强啊 看看这个是什么啊 从洞顶的 一里的清泉 直接流到了洞底 经过数万年的 猪欲飞尽 形成了朵朵石花 这个朵朵石花 由于太黑暗 看不太清楚 只看见了一个 蓝色的月亮 很漂亮 精彩的内容 其实大部分都在后洞 但是后洞呢 也很麻烦 也很远 去一下吧 这个就是后洞的沧海桑田 一远万年 碳仓盖沉积而形成的 经过天然冻水 不断地冲刷 一万年形成 来这里可以感慨一下时间的流逝 其实呢 这个也是 腾龙洞中最大的 流逝坝 及必流逝的组合 前面这个呢 叫什么呢 中国地图啊 所以说呢 这个不是很形象 但是它很完整 从这一点上呢 确实是值得点赞 很美很美啊 真是美得让你说不出话来 这段路呢 最暗 像是走进了地心 不过像这样的温度呢 即使 像现在这个天气 来这里种上桃花 桃花也会开花的 因为它的温度 非常的适合 春天一样的温度 时空隧道 看看这个雪花有多大 哇 真的 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 包括地面上 到处都有这种大片的雪花 曾经呢 最近 有人就研究这个雪花呢 雪花到底这个形状 是谁来给设计的 有可能是外星人 很有意思 咱们拍最后一个镜头啊 这个叫做炎阳女神 石壁上 据说是由于这个石壁上 形成的影子 像炎阳女神 但这个说法呢 我觉得不太合理啊 我觉得这块石头 形成的比较像这个 炎阳女神 这也是经过 溶洞里的水侵蚀而形成 侵蚀了一万年形成 好了 咱们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吧 这里真的很美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